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举例单单一个华小师资课题 教育部政府部长各说各话结果一下子过剩 一下子短缺明明是短缺了 却又说五年内不培训华文师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他说教育部长法利纳在国会中 不但不肯听取国会议员的提问 更是表现得非常情绪化猛拍桌子发烂扎 真是要不得 他认为教育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掌管全国超过一万所中小学校 每年所获得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也最多 而目前的教育部政府部长 都是第一次于去年大选中选为国会议员 就被委以如此重任 经验与能力毕竟有所不足 希望首相安华应该慎重考虑撤换他们 并由更有资格与能力者接任 他说这一年来 人民看到的是教育部政府部长处理教育课题 犹如丸妮沙完全不在状态中 反而是引人诟病的巴勒斯坦团结州 教育部长法利纳却沾沾自喜为成功的活动 他希望首相安华让更适合及更专业者 来接任教育部长和副部长 也未必要从现有议员中挑选 大可以通过委任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 出任上议员和接任部长 沙努西是不是脑进水了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拿督斯里张庆幸在脸书上撰文言语 指击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默沙努西 在集州议会上谈话后令他哭笑不得 他是针对沙努西在集打州议会上 言语他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与泰国首相赛塔在马太边境之行中施责 未能向泰国推荐我国旅游景点仪式这么回应 张庆幸说道 看来这个沙努西是没有理由的报复我 沙努西你有什么问题吗 张庆幸解释 安华与赛塔于11月27日在泰国海关移民和检疫大厦会面 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非是突击或鲁莽拜访 他指出这是10月初已安排的行程 马太也已合作成立联合特工队重点执行双边的农业 旅游投资与贸易安全与保安等任务 我身为旅游部长出席 何以沙努西那么愤怒 一根手指指向别人另三根手指对着自己 集州处于泰国边境 而身为大臣的沙努西做了些什么 你成功引入多少投资会及大马及及打人民 他也斥责沙努西在行政方面失败 只会使用极端的政治手段 沙努西日前以不点名方式 形容张庆幸犹如一尊秃头且大度懒的神像 在面对泰国旅游部长时不仅面无表情 也不懂得借机宣传我国旅游景点 张庆幸为此说他不介意沙努西评论其样貌 但沙努西需谨记 身为周务大臣必须要相互尊重对方 当他使用不当字眼说出 一尊秃头且大度懒的神像 明显就是在羞辱某个人 沙努西当时是不是中邪了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凸显一名大臣的智慧及态度 他提到沙努西指他坐在一棵香蕉树下 犹如拥有大度懒的佛像 这番言论侮辱了神明 他促沙努西适可而止 在政治上请忠拥一些 张庆幸说若沙努西指泰国 入境大马的游客有130万人次 大马入境泰国有400万人次 纳吉达作为与泰国毗邻的州属 身为州务大臣的他也未能推广大马旅游 我希望你作为大臣应该明白执行职务的程序 我不能好像你一样在官方午餐上吃了一碟不够 还要再加一碟 州务大臣看似不懂礼仪相互尊重 甚至连如何管理自己对外的形象也不知道 最后他也提醒沙努西 倘若在一直对其进行无谓的指控 该部将不再负责推广吉达州的旅游业 针对吉达州大臣拿都斯里莫哈默沙努西 拨款独中还要听华社说谢谢 否则便采取报复心态削拨款仪式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炮轰对方幼稚 违背师傅丹斯里阿兹站当初拨款的决定 林冠英说吉州政府从沙努西的师傅 已故丹斯里阿兹站执政年代开始 拨款给三所独众所获拨款十万令吉 然而沙努西却将三十万令吉拨款削减到六万令吉 不仅违背师傅的决定 还睁眼说瞎话编造一大堆理由 这种行为非常幼稚 作为吉州大臣和政治人物 人家没有感谢你就要报复 我还记得2010年和2011年 吉州政府在移交给独钟时 华社都有感谢政府 他调侃沙努西如果要削减独钟的拨款 直接说不要搬出一堆啰嗦的理由 去年宣布的三十万令吉拨款还未落实 今年却要削减 这证明沙努西采取对华社不利的态度和政策 非常不友善 不仅不尊敬华社对教育的重视 也不尊重其师傅 另一方面针对丹斯里 陈国平 辞去槟城及威省迎协老人院基金信理员 及顾问职务仪式 他表示这是对方的记者会 他不适合做任何评论 他说由于对此事不了解这件事 他不便发言 前首相敦马哈迪称国盟委派上阵甘马晚 国会议席补选的候选人 及登加楼周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墨山苏里有资格成为未来首相 他表示作为登州大臣已证明了 阿墨山苏里的治理能力 马哈迪也说现任的中央政府 透过贿赂国会议员已得到支持 犯下了贿赂罪 假如我们选择了他们的候选人 就意味着我们允许政府公然贪污 利用政府的钱财来获取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补选 我们必须表明他们不会得到甘马晚选民的支持 在甘马晚我们有一位具有资格成为首相的候选人 马哈迪也是国盟四周政府非官方顾问 他在诸盖阿斯塔卡广场举办的甘马晚补选前夕 国盟终极政治讲座上如释表示 针对此前转而支持团结政府 即首相安华的多名土团党国会议员 马哈迪促请甘马晚选民把票投给阿末山苏里 另外马哈迪也表示 人民正面对许多问题 是安华政府解决不了的 他们降低不了生活成本 以致很多人民受苦 由于物价上涨导致他们得不到食物 也根本没有收入 现在的政府仅向特定的群体发放津贴 相信是只有支持他们的人才能得到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督莫哈·莫里端宣称 团结政府将有至少十名国会议员 准备支持国盟组建新政府 他说这些便捷的议员包括来自国阵与公正党 他指出最近在土团党最高领导层 进行内部讨论知悉此事上述的猜测并非空话 李端也是前企业发展部长 他说据自己所得到的消息 共有与十名执政党议员想要便捷 因为他们在研究了现任政府的问题后 意识到这个政府是由行动党所操纵的 据信有十余人 包括公正党在内议员 他们将会是首个表达支持反对党的议员 无论如何他拒绝透露所有据称将便捷 支持国盟组建政府的国会议员的身份 无风不起浪 事出必有因 巫统总秘书拿督阿斯拉夫曾说 巫统与七党内的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一亿令吉忠诚保证协议 以便这些党员保持忠诚不存在便捷的情况 李端也不排除团结政府的17个政党之中 有政党转向支持国盟的可能性 巫集接下来是否有更多 土团党议员宣布支持团结政府时 他也否认了有关说法并表示其不认为党议员 会为了让任何人受益而转移其支持 他说尽管政府目前得到了154名议员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仍非常脆弱 由国盟议员表态支持团结政府 能否保证现在政府的稳定 李端也提醒该党国会议员 不要做出当国盟组建新政府后 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另一方面根据国盟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至少有8名来自霹雳合集打州的该党国会议员 准备宣布支持团结政府